当我听说是胡哥演的时候,我当时心都凉了 当时那时候《蓝牙榜》和《伪装者》还没播呢 还没有播,至少我是没看的,可能要播,当时再播 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,他还是之前演偶像剧的《仙剑》那种 瞪了两个大眼睛,然后装可爱的那种 然后这次合作,等时候我去之前,我就觉得完了 因为江伟导演的前伏拿了几乎所有电视剧的奖项 然后《借枪》一样,张嘉义老师,因为他做演技派 然后第三部他竟然用着胡哥,我当时 你当时就是偶像,我当时说我要不要来,但是我相信导演马上就过了 然而剧组正式开机之后,一合作起来,胡哥的表现可把王小益惊呆了 我刻意地在观察,因为他在演戏的时候,有时候这场戏 可能我抢了他的戏,可能其他人也会抢了他的戏 因为不断有很多,我们这个戏这种实在太强烈了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是白给的,可能会抢到他的戏 但是他能够,我觉得成熟到一种,他觉得这场戏 不是他,他会主动让给合作者 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还有一个他对,就是他合作演员的一种,我觉得一种尊重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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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